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期的结束 顺治皇帝得以正式亲政 大清王朝的最高权力回归正统 多尔滚宣告倒台 但此时才13岁的顺治皇帝还必须依靠满洲贵族或者皇室宗亲处理朝政 于是 三个大清皇室宗亲 顺治皇帝的三个堂兄走向权力舞台 成为青朱里正三王 他们分别是努尔哈赤长子楚英的第三子 爱心觉罗 你看 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的第三子 爱心觉罗伯罗 和努尔哈赤次子戴上的第七子 爱心觉罗满大海 无一例外 顺治皇帝选择的 都是当初直接或间接支持自己继位的皇室宗亲 而且 他舍弃了自己的父辈 只选择自己的同辈 以便于更好的掌控和钳制他们对于权力的掌握 三位王爷虽然都是顺治皇帝的 同辈 但是年龄最小的满大海 也比顺治皇帝年长十八岁 他们都在清军入关和入关后 平定中原的无数战场上履历战功 具有一定的声望和威信 由此看来 顺治皇帝选择这三位中心 唯理正王爷并不是盲目选择 而是经过了理性分析和权力平衡之后的正确决定 可是 等到了顺治十六年 三位理正王爷愿意去世以后 顺治皇帝突然胜宠大改 将 你看 波洛 满大海三人逐一清算 而且清算起因都是源于九年前的东尔广案 满大海和波洛均被削除王爵 剥夺嗜好 仅有魏国捐躯的一刊 侥幸保留了爵位 那么 这三位王爷为何在短短的九年间 从魏籍人臣 直接落到了死后不得安宁的地步呢 顺治十六年 到底发生了什么 能让顺治皇帝一改常态 必须清算为清除政坛稳固和国家治理 做出巨大贡献的李正三王呢 展开全文 首先 我们要弄明白 李正三王被处理得直接 原因是什么 三个人都牵扯到顺治朝初期的户部尚书书目录谈态 罪过是因惧怕谈态而包庇 纵容其罪行 那么 这个谭太又是谁呢 为何能让这三位努尔哈士的亲孙子如此惧怕呢 谭太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他背后依附的那个人 他就是摄政王多尔滚 说到底 三位王爷是因为多尔滚而获罪的 顺治七年 在多尔滚去世两个月以后 被多尔滚压制和欺凌了七年之久的顺治皇帝 开始了对多尔滚及其党羽的清算和打击 多尔滚得到的报复不必多说 那个多尔滚身边最坚实的追随者 当时由户部尚书 改为吏部尚书的谭太 因躺赴多尔滚 而被顺治皇帝下令抄家处死 那么 既然顺治皇帝早就知道 三位宗亲王爷 因惧怕谭太的巨大势力 而没有举报谭太的罪过 甚至包庇 纵容其罪行 为何不但当时不治他们的罪 反将他们抬高人臣之巅 非要等到他们死后的顺治十六年才做处 你呢 其实 这一切和当时的政治局面 还有顺治十六年推行一项皇室宗亲事职成习制都有关 顺治皇帝和多尔滚之间 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仇恨 我们不必多说 这个从摄政王一路晋升 皇叔父摄政王 皇叔父摄政王 皇父摄政王 除了没有皇帝称号 其余一切都在顺治皇帝之上的实权派人物 牢牢掌握了大清朝正长达七年 换成任何一个正常人在他的压制和欺凌下 都会崩溃 掌权后都会实施报复 多尔滚就是两个月后 顺治皇帝绑罗了七十四条大罪罪状 将其夺绝并绝坟边施 其多年来陪迟的党羽 也很快得到清除 但是 顺治皇帝的雷霆手段 根本无法清除多年来 依附在多尔滚身边的党羽成员 毕竟 就连高高在上的皇帝陛下 对多尔滚也只能无可奈何 另外 多尔滚在清朝建立 把其军队挥氏入关和入关后的中原平定 和巩固清朝统治等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 不是随便挤 朝罪状就能抹杀掉的 更不是失去理智的毁坟边施能掩盖住的 多尔滚虽然已经去世 其党羽势力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但顺治皇帝的皇帝之位做得并不安稳 并不得人心 这个时候的小皇帝最需要什么? 最需要的 就是拉拢那些看不惯自己做法 甚至被自己的做法弄得心灰意满的皇室宗亲们 只有先赢得了他们的支持 顺治皇帝才能真正的军临天下 大权在握 于是 你看 伯洛 满刀海 这三个手握军权的晋之皇室宗亲 便走上了政治舞台 成为辅助皇帝处理朝政的李正新王 顺治九年 十五岁的顺治皇帝 已经重新培植了一批忠心之臣 紧紧地围绕在自己身边 基本掌握了朝政大权 而三位李正王也都是在顺治九年去世 虽然去世的理由不尽相同 但年龄相差很大的他们去世时间却如此的接近 不免让人怀疑他们死亡的非正常性 顺治十六年 朝廷制定了施职承习制度 对于皇室宗亲的爵位降级承习制度 做出了详细规定 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逐步降低皇室宗亲的爵位等级 虚弱宗亲们的势力 以降低他们对皇权统治的威胁 在中央集权道路上越走越顺畅的顺治皇帝 对其余功劳不高 爵位不高的皇室宗亲们 只需要轻轻诚挚 便能控制住他们的爵位 从此远离权力中心 甚至逐渐没落 对于继端而滚以后 最有权力的李正三王 他们的后代 仍然牢牢掌握了大清王朝的部分实权 顺治皇帝断不能留下这些对皇权集中的威胁 所以 这三位为清除政局稳定和皇权统治 做出巨大的贡献的李正王 也未能逃脱政治牺牲的命运 被逐一清算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